3月7日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谈及中美关系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上PIR当天晚期时候回应称 总统拜登对中国的态度没有改变 美国不寻求也不希望同中国发生冲突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天也表示 美国寻求同中方竞争而非冲突 并强调美国尊重一个中国政策 根据白宫发布的记者会文字实录 在7日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要求让PIR对中方发言内容发表评论 让PIR称 总统拜登对中国的态度没有变化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 我们既不寻求也不希望发生冲突 我们寻求的是竞争 这两年来 我们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他称拜登将捍卫美国的利益 但也已经明确表示 美国需要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并且继续管理中美这一重要的关系 总统的团队一直都在这么做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天也做出相同表态 据路透社报道 科比对记者说 我们寻求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但我们不寻求冲突 我们的目标是竞争 并且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但我们绝对希望保持在这种程度上 他重申美国尊重一个中国政策 但同时宣称不希望看到与台湾有关的现状发生变化 其实早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秦刚表示 美国的对华政治和定位出现了严重偏差 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 这第一颗纽扣扣错了 就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偏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 他只说 美方声称要禁营中国 但不寻求冲突 但实际上美方的所谓竞争 就是全方位遏制打压 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不易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 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 一方不是想着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 这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恶意对抗犯规了 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兰部冲突 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这办不到 秦刚强调 美国有让美国在此伟大的豪情 也要有忠地向别国发展的哑量 遏制打压不会让美国变得伟大 更阻挡不了中国迈向复兴的步伐 在台湾问题上秦刚重申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美国富有不可推卸的责政 我们之所以同美国谈台湾问题 是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秦刚指出 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 台海和平稳定的真实威胁是台独分裂势力 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 真正的护兰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台海风平浪静就应该停止以台制华 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原本意 恪守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 明确反对和制止台独 秦刚说